好 刚才我们这个已经装好了 这边装好以后了 我们下面就来用一下这款软件 它在前面介绍的时候 我们看到是 它将会调用纬杀进行暴力破解 速度很快 而且它主要是基于NMAP扫描的结果 好 下面我们就来用一下它 这个语法各位看 差不多 对吧 f fail output 然后现成数 主机数 主机或者是u 大u是user list 或者刚刚user list都可以 用户字典 这是密码字典 是吧 这个小u是用户名 p是密码 这个c是成功爆破以后继续爆破 有可能还有别的账号 好 那我们下面看 这个NMAP实际上我们一点不陌生 我们用过 是吧 这集命令我们作为一个回顾 NMAP-V V是输出一个详细的过程 实际上不是那么重要 对不对 然后对192.168.106.024网段进行扫描 扫描以后将这个结果输出成XML格式 OX是不是XML格式 但第一个并没有什么意思 第一个只是扫描存活的主机 是不是 而第二个不是 第二个是除了探测它的A 同学还记得吗 那是哪几个选项的结合体 操作系统侦测 版本的侦测 还有什么 忘了 刚P22 那就明显是扫描 22灯口的 后面-V 这个详细信息XML22 这个是我们自己定义的名称 NMAP-SP 这个P是拼扫描 是吧 但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只是说这个主机是活动的 -SV 这个V是版本 对不对 OLED是操作系统 OS还记得吗 OS 然后最后能记得吗 这个S是scan V是版本 O是OS 操作系统的意思 好 现在我们首先第一步 我们来扫描一下那些活动的主机 听见了吗 扫描一下活动的主机 我们用NMAP-A P22 然后去扫描我们的网段 当然我现在扫描的就不是 就不是这个 咱们扫描的是哪个网段呢 10网段是吧 这个小杠有点问题 变成大杠了 杠O 我们用这个吗 我们扫22吧 NMAP-A 是吧 杠O S S 大什么 这个 S 这个-V 给加上-V 我们主要扫描它的22端口 然后对10.30是吧 怎么叫是30吗 162.0-24 网段进行扫描 将输出的结果呢 O X X是XML的意思是吧 到22点XML里面去 好那这样的话呢 就会将那些个开启的 22号端口的主机信息给 放到这个 22点XML里面去 然后我们可以对这些主机进行爆破 对吧 我们就不需要再 告诉问你们IP什么的 我也不知道哪个主机在端口是开着的 当然这个A呢 真不真做操作系统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 无所谓 那个还有那个V呢 也不是 也无所谓吧 好我们可以去 只是去对它进行端口的一个探测就可以啊 端口探测用S什么 端口探测用 端口探测 我们用-S 这很多 SV是获得它的版本对不对 没有几个 S S S是不是就可以了 给它发一个那个三字握手的 第一次包 S1包 是不是可以了 好我们看看那个22号文件有没有了 22号文件有了吧 好我们可以 Pile一下 -F看一下 22这个文件 没有这个mini 它没装 有Tile F mini 平常的话可以装 22 我感觉啥也没有 Map 没扫到一个主机啊 重新来扫一下看 map-s s什么 s是吧 我不要不加那个了 我们就直接扫一下 那个-p2210.30.162.0-24 我先扫一下看看好不好 这么快吗 好 都可以是吧 好了 就它吧 -o x到22.x秒里面去 我将那个文件先删一下 这边我们来重新来导进去 导进去之后 这个结果我们可以用 看这是扫的结果 直接可以用 -f -file22.x秒 -u 这个u你看小u还大u 我们就使用小u 这么多机器 我们就使用-root 密码了 我们就可以使用那个 那个叫什么来着 pass list里面的那个字典 然后-thread 应该是-t也可以 5 -host 5 同时开5个 这样我去进行一个爆破 好 看一下 二十二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是个xml的文件吧 不用你管 这个文件它可以用 直接可以用 OK 那我们直接用这个文件 好 这边我们把那个用户列表稍微换成 太大了 这个这个量 刚用-root吧 好吧 密码了就是 pass list tst 现成数 现在就这样 好 爆破 现在这是对全班进行爆破了 就不是一个机器了 是不是 结束了已经 哇 有点忒快了 这个速度 我觉得它真是挺快的 然后 完了以后呢 注意 那你看屏幕了 其实有点痛苦了 没必要看屏幕了 那你就直接看一个 看一个文件 它在root下面呢 有一个 以它命名的一个文件夹 下面有一个 ss-success.tst这个文件 好 所以刚才你看 这两个成功 哪个不成功 你看 能看出来吗 看不出来是吧 很难的 然后我们就 cut一下 root下的 它下面一个 这个文件 怎么就一个 这会怎么就一个机器 23的密码是123 10点 30点 16 2点多少 23 yes 123 真是 三根 你密码 你真大意 你 为什么这么快就结束了 各位 不应该 怎么就一个 我们机器应该还是有很多的 是我们扫的问题吗 看这个了吗 另外我们要确定2点 1 我们的22的文件里面 应该不止一个主机 我们确定一下 我们确定一下 Grap 10点 30 从刚才22里过滤 这也不少 是吧 这起码也有 怎么两百 两百多个 刺两百多次 有些是不通的 对吧 好 总之肯定有很多 但是我们发现 我们就报了一个 这也不合适 现在我们把这个文件重新 删一下 然后再来走一次 这个 杠C 好 还没有开始报 这个明显跟刚才不太一样 刚才是不是一下就结束了 那个适合对一个主机 爆破一个成功一个就行了 爆破成功一个不就可以了吗 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么多主机 应该 一共43个主机 现在已经涨了22个了 每个要尝试好几个密码 对吧 每个要尝试好几个密码 好 你可以尝试把这个线程数再 线程数和主机数再增大一点 因为你这个机器能够扛得住吗 好 我们看一下 有成功的 看到吗 我们一会看结果吧 这个过程你就不要看了 没有必要 而且我们一个字典过于简单 是吧 我们要一个复杂的字典 当然也跑半天 再冷却 我还看了 它也不给你结束 你们没办法 好 整个过程我们发现还是挺快的 你看 字典爆破 22的那个文件 我们没必要在指定主机了 是吧 因为我们已经扫过了 最后看到这个结果 好 这是他 等一下 这还在干嘛呀 还在试什么东西 我们看一下moreroot下的这个软件 密码你改了 不是真还有个SS呢 是配合我的 这四个S配合挺好 这个密码我们写了吗 写了 写了 字典里面有这个是吧 有 SSS我可是瞎写的呀我自己 我自己瞎写还写中了一个密码 还有这个47也是 这是你配合我的是吗 47和255这个 你俩也配合我的 他有共同点了这个 太给力了 还配合我的 我不知道是配合还是咋的 我反正是没要求你们设定密码 反正是全版密码 在我这个简单字典的这个空机之下呢 只有这么几个密码 好 有些同学是配合 当然我们只对入了账号吧 我们如果要对那个 好的账号的话 还会多一点是吧 好 这是这个情况 嗯 然后 这是关于呢 我们的第一几款软件呢 一二三四 我发现这款还是真的不错的哈 它可以掉美度沙 而且呢可以基于nmap的一个 扫描结果进行爆破 是不是啊 nmap扫描 我们不需要跟刚才的那个扫描的命令一样啊 只要你把225端口给探出来 是不是可以了 那生成那个XML正好给给它用 是不是啊 就不用再再去废事了 下面呢 我们再请上我们的第四位兄弟 MSF 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框架 简称为MSF Math Split Free Framework 这个它是一个编写测试和使用 利用代码的这样一个完善环境 啊 然后这个环境呢 维持测试 啊 我们的Share Code 边写的漏洞 研究提供一个合法的平台 像我们各种漏洞啊 各种 Windows的各种漏洞啊 这上面就提供了很多 这个框架里面就可以利用这些漏洞 这些模块 或者这些个载荷来实现 实现相应的攻击 所以它本身不是一个攻击工具 它只是一个框架 它会调用相应的载荷 那比如说这边呢 它上面提供了一个MSSSH模块 我们看一下啊 首先登到这个控制台 我们登一下免得花半天时间 好 比如说 就其中的这几个机器吧 162.49什么的 或者这个列表文件也行 MSF console 先登到它的控制台 这个控制台是每次登进来的 这个样子都不一样 每次进来的时候 这个图标都会变化一下 进到里面以后呢 各位看 它有一个SSH模块 如果你知道路径的话 就不用这样 像我这样search一下 看 你可以search一下 得到这个模块 我们这里有几个模块 其中呢 我们用到了一个use 这个 我们的这个漏洞 或者利用scanner下的一个叫做 SSH 里面有一些模块 这个模块是每举用户的 看到吗 然后最后sethost什么 就是为这个叫什么 为这个这个主机 set密码了为用户 为这个用户 最后是列举列举它有什么 有什么这个 美举它有什么用户 看到吗 看里面有哪个用户 最后列出来它有哪个用户 哪个用户看到吗 哪个用户被发现了 没有发现 好等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mind split呢 每次进来不一样 你现在退出再进一下的话 它这个字又不一样了 长得很好看的 现在它告诉我们 有1400 1749个这个漏洞利用利用的 这个利用点 然后 并且呢 有536个载贺 配漏的 这里呢我们就来看 像我们去什么永恒之栏呢 这些都都都可以的去 都里面有相应的这个模块 当然 有一些是需要升级的 好 现在首先 我们 search ssh 好 它说这个 哼 正在帮我们生成那个 模块的数据库 beauty 使用有点慢 这可能是你的第一次是吧 第一次生成那个 生成那个模块 模块数据库吗 那等一下呗 再耐心一点 好 这个模块是用来 每举用户的 看 这没写得很清楚吗 每举用户是吧 然后还有哪个模块呢 比如说往下走 这个模块用来做版本的什么 探测的 远程主机 它就会显示 对方主机的 对方的那个什么 ssh的版本 看了吗 还有那个模块呢 还有我们就是暴力破解的那个模块 叫ssh 什么 login setarchhost 这个可以换成那个 换成那个叫什么 背表文件 这个是呢 ip 这个用户 用户的这个字典 还有什么 密码字典 run 然后开始攻击 这样一个一个方式 好 这边 这边 这边那个稍微等一下 我们 看看这边结束了吗 好 找到了 有点多 是吧 关于ssh 都叫ssh 你看ssh 是不是有个login ssh ssh的 word 这是它的版本 好 我们把这路径也不好记啊 如果不好记的话 我们复制一下前面的吧 来 首先 用哪个 yos 看看这里面 这里面有好多 关于ssh的 看到吗 在这里面有一个ssh的 媒体用户 是吧 暴力破解 它的那个 版本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我们使用它 现在run是没用的 为什么 他说你没有设置那几个 那几个变量 看到吗 没有设置那几个什么 远着 你对哪个主机啊 是吧 你看暴力破解哪个用户啊 没有 其实呢 你可以是show一下 show一下这个option 你看 show是不是就可以了 show有点多 我该show一下 夹了 重新进一下吧 好 呃 关错了 太多了 主要是那个内容太多了 他收不出来了 卡住了 是的啊 重新 我应该show一下option 而不是show这个所有的 首先 ms 是 f console 进入到meta split的控制台 这个meta split简称为msf 是msf 那个ms mfs mfs 它的全称叫做这个框架 m meta三个单词 嗯 split 然后for walk 三个单词 行了 这个稍等影片课 而且尽量好看一点哈 use到 太多了 记不住 那就use 我刚才还有复制过一次 你们这沾啥玩意儿 s-c-a-r-c-h-s-s-s-h scanner下面 害得我自己说错了 刚才应该敲的是show option 来显示他有哪些选项需要我们设置 好现在 其实我已经 我又忘了 这个吧 这个吧 在 我这个单词哈 第一个 use 它下面的scanner s-s-h 下的s-s-h- 让媒体用户是吧 show 别乱敲回车 option 好了 大家看它告诉你说 你有一些变量需要设置 你有一些选项 我变量需要设置 一 远程主机 是吧 远程主机 目标主机 可以是一个 CIDR的一个 可以是一个地址 CIDR地址范围 也可以是个网段 是不是 这个意思 谁说 set arch host 10 100 10 30 16 2 0 24 可以这样写 它说的可以这个网段 然後set 端口还要改吗 端口默认是22 是22 除非端口不是这个 然后线程数是几 有点少了 像个数是 thread 大小姐都一样 五个 然后set user fail 是不是我们在root下的一个叫做 user list 好了 show option 看一下是不是我们要对这些主机的22端口 然后并且是这些账号 这里面的账号是不是机器没举 好 然后就rope 这有些机器是没有开SSH的是吧 这个有点过了 机器是没有开 没开SSH 不过 它一次跑五个 这没开在SSH就没有意义呢 这就有点慢 下次我们换一个机器吧 OK 就不要使这么多机器了 刚哪个机器开着的 47是吧 Ctrl C一下 我们把这个换一下 把这个远程主机换成47 好 这可以随时换的 换完以后你看变了吧 然后重新run一下 好 他会去没举出 他里面有哪个账号 要有一个了吧 有没有还 OK 那这边有几个账号被发现 没举出来了吧 一个主机 那您自己看到的是 分析到我们有这样一个几个账号被发现 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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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挺好 这是哪个模块 媒体用户模块吧 然后我们还可以进到 哪个模块呢 SSH 这不能上一层 重新进 它的scanner下的SSH SSH 是login是吧 版本 我先看版本吧 Version 好 show一下option 这又变了 重新 要重新设置的 注意到了吗 setrhhost 是10.30.162.47 别的应该不用了吧 端口不用改了吧 县城不用改了 超市不用改了吧 Run 这里Run就行了 它需要的参数够了就行了 可以了吧 各位 好 再使用一下另外一个模块 下的scanner 下的SSH 下的SSH login 这个模块 各位 它就不是那么少了 它需要设置 什么参数呢 它需要设置 一个是 远程主机 是吧 这个注意 这里的一个密码 这个密码的Path 这个就跟那个小P大P一样的道理 密码是单独指定 是不是指定一个密码 这个PathFile呢 User呢 UserName呢 和User那个File呢 好 那我们设置一下 设置一下 那个远程主机 为10.30.162.47 是不是47 好 可以随时看 Option 好 设了一个 第一个了吧 然后我们再设置 设置 它的UserFile 大号写一样 是Root下的UserList 设置它的Path 密码字典 是Root下的PathList 还有要设置的吗 差不多吧 差不多就Round了 使用Round 它就开始呢 去利用那个模块了 去进行这个利用 好 这个这个结果呢 由于我们给的 给的那个组合比较大 所以呢 它也会花一点时间 去做这件事情 好 这边各位看 这是版本 版本探测 这是呢 这是版本探测 对 这是暴力破解 设置它的 首先使用这个模块 然后呢 远程主机 用户 密码 大要写不区分 然后最后去Round一下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成功了 Root四个S成功了 是吧 这好慢啊 不太适合干这个事了 是不是我们线程数字太少了 我没设限程是吧 这个每一个选项里面 都可以设置下限程 这里面还有一个模块 我没有怎么用过 就是可以去呢 获得它的效 这个好像就是 他说有一个Session 好像没有了 他没有别的账号了 是吧 看到吗 那没有别的账号 到这儿是不是就死掉了 各位 这不动了 他告诉我们 已经结束了 结束了以后 而且呢 他其实帮你打开了一个Session Shall Session Open 已经连上了 对吧 他的意思是 你可以直接打开这个Session 用 其实我个人觉得 没什么必要 为什么 你这灯就行了呗 你知道账号运吗 这个Session 我还真忘了 怎么打了 好像是Session几啊 一是吧 启动一个交互式的 VS一 忘掉怎么用啊 好 类似于这样的用法 就是你可以直接 启动一个绘画嘛 但是既然我告诉你 既然你知道了密码 那你何必 还这么费劲呢 而且他写这个Session 就算 就算能用 也是非常的简陋的一个Session 就是非常简陋的一个 那样的一个 绘画的交互的一个窗口 OK 不是那么漂亮 而且什么补权 而且什么补权 这些呢 可能就差一点 甚至我还打不开 好 这个就不管它了啊 好 那到此为止呢 我们跟大家讲了一系列的这个暴力破解工具 那么大家发现 其实你的密码呢 只是差一个大字典而已 对不对 不要以为你的密码有多么安全 我们给个大字典的话 可能你的密码就在其中 人家有几千万上 更多的这种密码组合 可能你的密码就在其中 OK 这是字典 所以呢 到到到此为止呢 我们就不再往下破解了 还有很多工具可以去破 接下来我们会讲一下这个破解的这个暴力 防暴力破解的这样一些方式 特别是SSH OK 大家一定要那么做 或者说选择一些方式